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是 GDR這支華時代的電槍產品 那大家應該都在YouTube看過 就是GDR-15這把 非常神奇的電動槍 因為它不但有電槍的特點 也有GPP的特點 那怎麼說呢 因為傳統電槍大家都知道 就是它是一個很穩定的發射平台 但是在操作上 可能就沒有辦法 像真槍這麼的 就是模擬出真槍的特色 那GPP是可以 完全的表現出真槍操作的特點 但是在一些環境下使用 可能就表現不是那麼的好 但是GDR呢 同時結合了GPP跟AEG的優點 那在操作上跟分解上都相當的擬真 那一開始呢 GDR的開發是為了針對軍警的 模擬操作的市場 就是可以讓軍警人員在 安全的 武器的使用環境下 進行模擬跟操作 達成訓練的目的 那現在也就是說 大家也是可以在市場上看得到這樣的產品 OK 那目前呢 GDR香港的PDS是它的產品代理 所以在大家看到這個外觀 也跟之前在YouTube上面看到的 稍微的不太一樣 就是這邊可以看到 就是說它搭配了PDS的配件 那看到的部分呢 第一部分呢 就是使用了PDS EPS的電池拖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這個電池拖 可以裝得下 很大型的電池 可以增加電槍使用的續航力 OK 然後呢 握把的部分呢 使用的是PPS EPG的握把 那這個握把相當的不錯 握感很好 那底部的螺絲 調整螺絲 也有 防鬆洞的設計 那不過GDR原廠有說明是 原廠出來的時候 螺絲的劍距已經調整好了 所以 玩家不用再自己去做調整 槍身的部分呢 是做Cellar Code的塗裝 那所以說呢 它的 特色就是 耐磨耐刮 這也是現在真槍廠常用的一種 塗裝的一種 方式 再來看護墓的部分 護墓的部分呢 使用的是CMR 13.5吋的版本 那它的 軌道安裝介面是 M-Lock的介面 那這幾年比較流行 細體型的護墓 方便 射手 抓握 持槍使用 但是另外如果說 當你需要安裝比如說 槍燈啊 雷射啊 甚至腳架 握把這一類的時候呢 M-Lock 這個介面 也可以提供一個 很快速的安裝 對 那這個設計是M-Lock的公司的 OK 所以可以看到在這把槍上面呢 我們安裝了 這些配件 那 火帽的部分呢 我們使用的是 PTS Grefin的火帽 這個火帽也是蠻特別的 那它可以結合就是 像剛剛看到消音器的部分 OK 那有一些玩家可能會問一下說 那這個GDR跟 Systema 前的這個PTW有什麼樣的差別 那我想以規格來講的話呢 GDR使用的內管 是AEG的內管 那你可以看到它使用的 握把跟馬達 是AEG M-4 使用的握把跟馬達 那這邊 產品上 如果你要做更換是相當的方便 那另外呢在 操作上比較大的差別就是 GDR 可以做到PTW 做不到的部分呢 就是 它可以拉中槍擊 這部分就跟GV非常的相似 然後 它可以做清無彈後錠 好按下網球拍 就可以送上下一發的子彈 然後呢在分解上呢 GDR也 非常同於 所謂的 GVB 這邊可以看到的是 它的系統組 就跟GVB的系統組幾乎是沒有一樣的 槍漆拉筆 使用的是真品規格 所以你有任何一個廠 除了真品規格的槍漆拉筆 是都可以安裝的 那裡面的零件是CNC 加工製造 位置定位非常的精準 也非常的耐用 OK 那 在你每次要使用之前呢 就跟GVB一樣 上了彈夾 拉動槍擊 放回去 才能進行射擊 那比較 特別的是呢 GDR的板機 它是真的有一個 阻力的 不像一般電槍一樣 它是一個 電子式的開關 只要觸動了開關 那電槍就會作動 在GDR上面呢 你必須 扣下板機 這時候你會感覺到它有一定的阻力 這個阻力大約是10磅左右 會比真槍稍微重一點 但是在操作上呢 會讓射手 深切的感覺到 這把 操作的感覺 跟一把真槍是非常相似的 OK 那 這邊 介紹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